大家好,我是湾区哲教強 今天天氣非常熱 過兩天就打颱風 我們也趁著這個機會 過來南沙的橫離這邊 帶大家看我們的樓盤 叫做柏月明珠灣 也在橫離地鐵站 距離是三至五百米的距離 還有一個很漂亮很大的 中山大學附屬第一人民醫院 就在我們旁邊 大家看看這就是 我們銷售的一個銷售中心 我們周邊也有商業體 大家在我們節目開頭 就訂閱一下我們的頻道 就是灣區置業 我現在先帶大家進去銷售中心 將我們這個區位情況 和我們一個 樣板間展示給大家看 這就是我們的銷售中心 沖哥跟我們講講我們的區位圖和交通情況 首先一件事我想跟你講講 我們的客戶主要來就是 我們香港那邊過來的 香港那邊 交通那邊是有哪幾種方式呢 和最便接的哪些方法呢 首先呢 現在香港過來南西這邊呢 首先就是傳統的三種方式 第一是自駕開車 第二就是坐船 第三就是高鐵 三種 如果是開車方面的話 其實基本上就是過關 在深圳 在香港過關到深圳 深圳這邊的話呢 在明年的話 深中通道其實是會正式合使用的 嗯 在深圳這邊 深中通道過到來南沙 大概是20分鐘的距離 20分鐘在萬景沙一個口 過到來我們橫離這邊就是15分鐘 也就是說 在深圳過來南沙 橫離這邊大概是 開車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 從我們 明年要提及使用的 深圳通道過來橫離這邊 大概是35分鐘的時間 這個是開車的 嗯 如果是坐船方面的話呢 在南沙的南沙客運港這邊 直接是有船 可以買到票 直接是可以過到去 香港的西九龍的 嗯 這個是坐船方面的 如果是坐高鐵方面的話呢 等一下 如果去到我們的南沙運港 那過到來的項目 需要多久時間呢 南沙客運港再過來這邊的話 如果是行明珠灣大橋15分鐘 開車就可以過到來這邊 嗯 那以後一條15號線的話呢 從南沙客運港也可以直接過到來 我們橫離這邊 好了 現在是 在軌道交通方面 現在現成有的 那在香港西九過來 是怎樣走呢 應該是去慶城 是吧 是 如果現在高鐵方面的話 直接就是坐高鐵 過到去香港的一個慶城 不是 南沙的慶城 在香港西九龍出發 直接過到來 我們這邊南沙慶城 慶城 慶城站 是那裡慶城站 現在是慶城 其實以後的話呢 萬慶城這邊 還有一個南沙的交通樓 這邊都是高鐵站 也就是說以後不單止到慶城 可以過來南沙 到南沙萬慶城這個南沙站 都可以過來這邊 那現在現有 現時可以運行的 就是慶城的站 是 那在慶城那個站 我們是不是坐地鐵 可以過來這邊呢 是 以後的話呢 坐三十一號線 又或者四號線的一個連接 包括二十二號線 都可以直接在慶城 過到來橫離我們這邊 那現時 是怎樣過來呢 在慶城 現在的話呢 在慶城出發 是直接可以有 四號線的一個地鐵交通 是 過到來我們可能比較近的是 金兜招門那邊 金兜招門 再通過其他的一個交通方式 過到來橫離 其實以後的話呢 十五號線或者三十一號線 對現到慶城那邊是直接 即是採設地鐵就過到來橫離 只不過是現在暫時就還沒有用得到 哦 明白明白 OK 那周邊情況是怎樣呢 周邊情況的話呢 我們項目附近的周邊情況呢 東面這面直線距離三百米 就是這個橫離地鐵站 嗯 這個地鐵來說的話呢 是全國最快的地鐵 一百六十公里每小時的一個時速 嗯 然後在南沙其實只有兩個站 嗯 范慶城出發一個陣落到橫離 橫離直接就上到潘園廣場 嗯 潘園廣場再經過一個站的就是 曼博 然後就經過一個磨碟沙 就是現在的一個閃川 現在的金融城 然後到閃川 然後到東站 嗯 這個是一個十八號線的 是 OK 那我們這個項目周邊的商業情況是怎樣呢 商業情況呢 在地鐵站 左邊的話呢 現在是在 西面來說的話呢 是會有一個 有可能是華雲萬象城做的一個收入體 在地鐵站 就地鐵站出來 就是有兩塊收入地 對啦 跟著的話我們項目北面都是配建一個 一個收入中心的 嗯 也就是說其實以後一個 一個收入體 一個商業的一個體量 是會比較大 而且是比較完善的 嗯 加上來說的話呢 我們西面是有三個 三個醫院 南面有九年一貫制的學校 基本上 地鐵 收入體 學校 教育 都是在我們附近的 好 那我們現在轉頭 看看我們的三個城市 好 好 OK 講完我們的區位 就跟大家講講我們的沙盆 沙盆這裡呢 其實更明細一點 是 我們現在的沙盆展示來講的話呢 是展示整個橫力島 嗯 周邊 以後未來規劃 包括現在現有配套的一個情況來的 我們現在項目是明珠溫的位置就在這裡 所以看這邊就是我們一個位置 整個項目來講的話呢 是分了南北兩個地塊開發的 南面做住宅 北面做商業 南面現在住宅的話呢 共是五棟高層 四棟住宅 一棟商業樓 跟著前面最外面那兩棟的話 四號樓和五號樓是已經全部賣光了 高層嗎 有多少層 高層的話是27層到32層之間 其實現在那個管理費怎樣 管理費是 見面是2.8元一個房 2.8元 2.8元不貴 是 已經不算特別貴了 是很正常的 真的 是啊 跟著的話呢 這邊看出來 其實我們的區位套 其實會稍微更立體一點 我們項目東面這裡 这里,东北面就是环尼地铁站 最接近我们的项目是环尼地铁站A出口 直线距离300米,步行距离来说是500米的距离 东面是地铁站,以后这条现在兑现的是18号线 以后还会有15号线,71号线,72号线 四条地铁在环尼地铁站这边经过 以后环尼地铁站这里是整个蓝沙最重要的交通书楼 接着我们的项目的西面也是很多人关心的一个医疗配套 西面未来是有三个三个级医院的 现在兑现了的是中山大学附属底医院,南沙院区 而这个医院来说,已经是在今年的四月底正式投入使用 这个中山医院的话,是中山医院在广州四个院区里面 投资规模最大,总投资額最多,床位最多 而且它提供服务最好的医院例 它自身就有两个直升机停机均 可以提供海陆空救援服务的医院 而中山医院刚提供使用 北面中山大学附属后康公华医院 其实在去年十月份已经开始动工了 预计是2025年开始提供使用 再北面这里的话,是以后中山大学的各家医疗中心 西面以后是有三间三间医院的 而我们项目南面的话,是以后三块九年一贯制的学校用地 分别是小学和初中的一个学校 基本上,比较重要的配套都会在我们项目附近 地铁站 地铁站是否要过一条桥 其实不是一条桥来的,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路 是的,我明明我刚才来的没有水面 为什么会弄到一条桥给我? 我错过以为过桥 是的,其实不是一条桥 是正常的一个行的市政道路 是的 东面这边就是地铁站 一条绿车道而已 是的 是的 然后周边的一个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好,那我们看看阳满房 好 现在就在我们这个楼盆,就是拍月明珠湾的门口 这里大家看到了,也是有一个公交站 叫美的知业站 好了,这个美的知业站是我们公交 另外一个就是看到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地铁的 就是环蜜站 而这个环蜜站我们只是在斜对面马路 走直线距离大概300米 而步行距离可能是500米左右 因为我们的步行时间 其实就是在那五六分钟而已 大家看看,我背后也是我们最大的一间医院 就是我们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在南沙来说是最大的 亦有我们的亭基瓶 最美最大的医院就在我们的河木旁 所以我们周边的情况就是很帥 好,这里我就跟大家介绍到 我稍后回到那边再跟大家讲一讲 冲哥带我们来的洋板间 这个是113座 是,113座的话我们是做了四房两座两座 四座五级? 是,但我们的板房这边是改了三座 会更大一点 我们先看看空间 一来的话,这边是一个我们的圆关位置 其实我们设计比较人性化 左手边这边相当于类似是一个套房设计 这个套房来说的话 我们布的是N加1的阳改房 这个房是N加1来的? 是,开发箱这边是送了一半的面积 而且外面是配了基本上一个干室分离的维生间 所以如果是给老人家住 又或者是给工人去住的话 这边的一个空间其实作用会比较好的 所以角度来这边的话 最大的良点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 基本上全开放式设计的一个中厨和西厨的设计 当然来说的话,我们到时交流标准 这边是会有一个推拉门 虽然我们现在把推拉门切走 但是以后自己业主在这边去做L型的餐柜 其实住起来的设计性力是比较强的 这里有一个推拉门是这样推的? 是一个前后的推拉门 然后再过来这边的话 就是我们直接连了6米3 一个大阳台的客厅 我们最大的一个改造量点就是 将客厅这边连着书房的移动场打通了 这边打通了之后的话 其实就可以将整个客厅的一个彩光面 角度最大 外面直接连了6米3的大阳台 原来这里是书房来的 是,这边是一个书房 其实这边就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家庭结构 或者它的功能性来做 究竟是要用4房只是用3房 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改造 这间又是打通了? 是,过来这边的话 我们是一个半打通式的一个睡房 这个厄室来说的话 我们以后的景观其实都是比较好的 会见到对面一个凌山岛的一个夜景 再过来这边的话 就是整间屋最灵魂的一个部分 主人房 我们这边的主人房的话 空间来说 其实不会做到特别大 但是它的功能性是特别强的 因为北面这边 我们开箱这边 布的都是一个飘窗的位置 一个飘窗位置来的话 外面的窗是可以向外开的一个名窗 这样做到的好处就是 在于我们主人房自己都内部可以做到对流 而且呢 如果你用这边的一个飘窗来说的话 这个飘窗其实可以做那种衣母间 又或者是梭装桌 这边是我们的113房这个户人 OK 这间房怎么变得没有了私人 这间房呢 我们实际做的时候 其实是会有场有门的 肯定是 就是创意了 对 创意了 这样做出来 OK 这个就113房 是 其实有没有一个交标的 我们稍后还会有多一个交标板房 好的 冲哥带我们看完113 现在看看94 是 94房这个的话 我们布建是两厅 两室两位 实际的话是一个 2加11的一个三房的户人 因为门口来说的话 其实就来到我们玄园关 和一个随房的一个位置 如果有细心观众 看到的话 就会发现我们这边布建 其实是一个妖型的随房来的 妖型的随房的好处就是 在于我们的一个储物空间 调位地轨做得特别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我们这个 项目布建的这个户人来说 我们这里其实布的 都是一个飘窗的位置 所以的话 会造成我们这个交标四方 面积其实不大 但是我们随房的空间 会保持得比较好 而且会有一个 这么大向外开的一个名窗 是的 这个原来是一个Q窗位置 所以占用在这里 随房特别大一点 如果不是的话 可以塞到这里 是的 这边我们看完随房的话 再过来这边 就是我们一个客厅 和餐厅的一个位置 客厅和餐厅 其实我们这个户人 是直接 都是厅吹阳台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户人 外面的话 我们现在的一个客厅开间 是做到3米4的开间 正常的一个 用起身的功能 其实是保持得会比较好的 3米4 嗯 3米4的开间 所以客厅想做得比较大 或者放得比较长型的桌子 其实是放得下的 嗯 还可以延伸过你 是的 接着客厅餐厅看完之后 我们就进来这边 看看 房这边看看 这个是客房 这个的话 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一个客房的一个位置 这边一个客房 来说的话 我们外面 都是布一个全开的名窗 所以来说 每一间房的一个彩光 和通风 基本上都可以保持得最好 是 这边是一个客厅的位置 客房的位置 嗯 他是家库那时候 还有湖南 是有湖南 因为会是担心 业主有小朋友 如果是开窗 可能会有一个 危险的这个情况 现在最关键 是 是 再过来的话 就是我们一个 阳改房 但是如果我们这边 阳改房的话 布建这边 都是比较巧妙的 巧妙的地方 是在于什么呢 我们虽然这间房的面积 没有特别大 但是采光做得特别好 我们交付那时候 是帮业主 将这个阳改房 是布好 就是 装好的一个 这个篮杆 和飘窗的一个位置 这个基本上 我们交标 是做到一个 基本上是全落地的一个窗 哦 交标的时候 已经是做好了 是已经做好了 和其他不同的地方 就是这里 很多都是指一个阳台位 你自己家建 是是是 现在已经做完了 再过来的话 这边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 房间来说 都是一个不功能性 做得比较强的一个房间 基本上衣帽间 梳装桌的位置 包括我们这个床的摆放的一个位置 基本上都是保持得到我们的空间感 而且外面都是跟我们的客房一样 有一个飘窗 飘台来说的话 外面一个彩光和通风 是保证得到在我们的主人房这边的 OK啦 都是这样的 不告不失 反正 功能齐全 有一定的活动空间 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了 是 因为这种胡营来说 基本上在市面上 一百方以内的一个 即是无论是哪个开发商 做出来的胡营 其实都是大同小异 因为这种胡营 基本上是经过三十多年的一个 设计 或者是改进来说的话 是 淘汰了很多其他的胡营 剩下的一种经典的胡营 所以基本上它的实用率 功能性 都是做得最好的 这个楼台的进心有多少 外面阳台的一个 进心来说是1.5米 开间 和客厅是一样 是3.4米的开间 1.5米都好 好容易 1米就麻烦 基本上 1米很难摸 是1米的话 可能摆个洗衣机 的位置 也比较稳 是 刚才冲哥 带我们看完 我们的阳板间 也都将我们的 驱委情况 跟大家介绍过了 我们现在在这里做一个总结 跟大家总会一下 OK 总结来说 我们楼盘附近 周边的配套 基本上是南沙 最好的配套 基本上都是楼盘附近的 周边的三个级医院 以后有三间三个级医院 而且在用的三个级医院 基本上都是 广州这边最好的医疗中心 包括以后的地铁线路 18号线 现在在用的18号线 那个环力站是几号线 环力站是18号线 就是斜对面 就是斜对面 线距离300米 步行距离 500米左右 大概是6至8分钟的时间 以后15号线 31号线 32号线 尽量兑现之后 以后连回兴城 无论是南沙站还是兴城站 要坐高铁回香港 时间其实都是很短 和很便利 我想问一下 你刚才说 还有几条地铁线 以后会开通几条地铁线 增加吗 整个环力站 以后有四条地铁 现在在用的是18号线 这条18号线 政府给环力这边兑现第一条地铁 就已经是全国最快的地铁 而且是造价最高的地铁 16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 然后你在环力这边出发 快线两个站 29分钟到珠江新城 这个速度其实是相当相当快的 18号线去到珠江新城 是 现在的总站是到闪川 就是珠江新城 以后会连到东站 包括到白云机场 以后的这种交通便利度 还会更高 OK 好 我想问一下 你现在的楼价很方便 现在我们拍月明珠的楼价 价钱来说 军价是两万八到三万 具体的话 是两万八到三万 具体是看楼层的 这个肯定是 楼层肯定就越高越贵 一个座向楼层肯定是有些区别 是 跟着的话 我们一个 每一套大约的总价 来说 九入四方这边 我们刚刚看九入四方 总价大概就是255万到270万之间 255万到270万之间 255万到270万之间 南向純南向 113方来说 总价大概就是310万到330万之间 三成首付来说 这套113方的首付大概就是90万出头 每个月的月工大概就是1万1左右 是 还有呢 现在是可以做防态的 是可以做防态的 现在这边大陆这边放松来说 程度都是比较大 正常是可以做防态的 那么那个要求呢 要求 就是可以看流水 或者工作证明 正常来说 真实的一个香港流水 但是我们现在大陆这边 查流水没有以前那么严 基本上可以提供一份真实的 香港流水 对 看流水 你收入证明正常开架 的标准 证信没有问题 证信也不可能会有问题 基本上就可以了 基本上有三个条件 一个就是征信 一个就是工作 收入证明 工作证明 工作收入证明 是 另一个就是看流水 是 有这三个条件 基本上我们的条件也是这样 那就是 房间和我们的座向 基本上和我们周边的大环境 总共和我们介绍过 这期节目已经差不多了 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 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是湾区之业 好了 OK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